彩翼 作者 陈宁贵 某日午后 走入半山腰的一座绿树丛中 忽然听见一声清脆悦耳的鸟鸣 闻声望去 一只羽翼火红的鸟儿在树枝上正看着我 我们对望十余秒后 它忽然扑斥像一团火在一片绿叶中飞跃 它似乎点起了热情的红火 将整个绿林泛起红光闪闪 让我惊异不已 某个假日 走入熄来攘往的西门丁 在人群中忽然看见两朵红艳艳的火花 在人群中流动 定静望去 两个身着大红衣裳的小女孩 正在人群中追逐嬉戏 某个闷热假日 助力关渡码头 望着浩浩河水 微风袭袭 浮动郁郁心情 此刻看见一只白鹤觅食河边 长脖子在水中起伏 像是洗涤着一身轻松 另一只白鹤 滑行在河上空 它用纯白线条 在天空画布上 汇出悠闲身影 让人暑气如冰消融 此刻想起 百年前 这里还住着原住民 听说 不时还会有一群海豚 从海上游入淡水河 逆河而上 到关渡宫朝拜 寻思间 一晃神 往右边望去 竟看见一只火红巨鹰 向我方向飞来 我倒退两步 在宁目望去 原来是端坐在淡水河上 满脸笑意 全身通红的关渡桥 是的 关渡桥 是这只火红巨鹰 幻化而成 也许 这只火红巨鹰 是观音的护法 自古以来 守护着两河岸的 云云众生 居然 肩膀 长出一双彩翼 身子一倾 我凌空飞去 不用注意 水通红楼 继续 水通红楼 水通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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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通红色